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强应该是一名新秀 对 大家应该不是很熟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 是吧 但是这盘棋下来很精彩 对 韩强曾经好像我查了他一个记录 不久前在约翰王子头的冠军 咱们好像也讲过他的一盘棋 有可能 那肯定实力不俗 对 也是山西的一名业余高手 高手 六大华大家就清楚了 特级大师 对 曾经有一个绰号叫西楚霸王 东方电脑 东方电脑之后 东方电脑这个名字叫响以后 西楚霸王就淡了 对 大家就遗忘了 对 过去我看棋谱的时候 刘大华后边写着西楚霸王 因为他在湖北 湖北名将 属于车名马快 力大无穷 对 但是现在年龄也大了 但是这么多年一直带着湖北 对 在这征战 征战在第一线 真是很不容易 那么这盘棋韩强之先手 飞向 我看了一眼韩强的对局 飞向局偏多 他还是很喜欢下飞向局的 那他还不单单是因为碰着柳大华想稳健的问题 他可能还真是素有研究 对 他下飞向局下的不少 符合他的风格可能 是 这盘棋确实下得非常精彩 那么第一步 黑方应以视角炮 这柳大华也是初期之受 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是炮而平四 那么他面对韩强 毕竟是韩强是一个业余棋手 那么柳大华在布局的宽度和广度上 得要深度上都要优于他 这就是老将的风采 那么炮八平六是一个少见下 但实际也是一样的 是有的 那么韩强 这很合理 跳边马 下在这 韩强走马而进三 实际这时候我给大家介绍一有趣的变化 这个变化实际上 红方不一定能占便宜 但是是黑方必须要了解的 他先走炮而进四 这是个先手 不能不理 对 如果你跳马 这个棋红方就得逞了 怎么得逞了 他先手把你去封里边了 你说你出直局给你封里边 你说你起横去 起横去有点怪 这个有点怪 所以说这个棋 炮尔金四实际是一个小次序的变化 但是我想韩强没敢走这路变化 可能也是顾及了 老谋深算 你这个想去欺负他 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黑方 比较本分 马二进 冰三进一 马八进九 黑方这时候有强硬的反击是什么 气空投 直接就来抓你 对 像这种好像这也是真是常见的 你不能欺负我 打掉 怎么解决 先走马八进七 马二进三踢 马二进三踢 你退 炮五退二 然后再压住 这时候再压住 下到这儿 现在虽然有空投炮 威力很大 但实际上后续出子不足 怎么也得解决 黑方怎么解决 不是 黑方就解决的方法是退马 黑方马九退进马 马七进六 赶走你的中胖 赶走 如果你不走我给你吃掉 如果你走了 我出子 黑方就领先了 所以这个是黑方七空投的一个依据 你杀不了 你掌炮杀也没用 他进足 你再杀他上架 没有用 对 没有后续了 你居没出来 老姜上来了 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攻势 所以这个棋 就是只是介绍给大家 拿这个棋考验刘老师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估计考验 能参加像甲联赛的棋手 谁都考验不了 这就不用考验了 这都是家庭作业级 我只给大家介绍一路小变化 对 其实你帮我注意点 别上当就行了 对 作为一个趣味的变化 跳马正常 G2 出局 G8.4 很正常 对 下一招炮平衣 这个是大家常用手段 但是可以 首先说可以 但是感觉上 由于红方已经挺起三兵 平炮对击以后 这个点不太明显 击路不差 这个棋就是发展起来 红方也有一些很困惑的地方 就是右居的定位 对 因为它跟另一种格式不一样 如果是飞的那边向不一样 今后你平炮对居 还可以捐而进一过去 但这种棋 你居跑的另一边也很怪 因为你这边是 弱边 正面 对 正面 你飞的线 飞的线 正面 你正面把居跑到背面去 完了 这边不滚了 那不太协调 也不太协调 对 所以这个棋值得探讨 当然这时候可以推荐给大家 比如先走个马八进七 先跳一个 先跳一个 今后不管黑方怎么走吧 黑方如果足三进一 你就来个什么 炮八进二之类的 也是一种 然后马三进二往外 外口踢 踢完了之后 那个可以起横距 起横距站个泪什么 往这边移 往这边移不要紧 你别把这局往那边移 方向性不能错 大方向不能错 这个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思路 退回去 对 对 对 你退吧 行 OK 出来 对 击八进四 击八进四 炮二平一 离队 当然这招也无可厚非 也是有的 平击居 下一招棋 红方 稳健的下法就是马八进九 这二下可能就是长云下法 对 双方就进入一个散手棋 散手棋 而且今后布阵的结果 可能双方都比较均衡 对 那么作为红方来说 他还是直线手 有点想法了 虽然面对柳大华 我觉得 韩强也是作为新秀 好把朋友 敢于战斗 好把平六思路 就是今后准备马八进七 如果有可能拱起兵来 再 那太熟了 马七进六 想是这么想 但是能不能成型 还是问题 对 差好几步 对 那么实战中 常见的下法 这时候肯定是走 足三进一 然后正马往上跳 常见下就是 你肯定今后想兵七进一跳马 那么我 再一跳 我就跳上来了 跳 完了 跳马 对 这是一个常见下法 这是双方比较正常的下法 怎么样 完了 出狙 这就平八 对 出狙 完了 狙八进六 完了 平八对狙 对 这是最正常的 一本演的最正常的下法 交换以后 双方是一个接近军事的局面 刚才狙八进六也行 狙八进四也行 反正都是平八对狙 大概就是这意思 这样双方接近军事 那么这盘棋 刘老师也是敢于创新 并没有选择足三级 直接制马 他选择了一个很奇特的构思 就是双边马 双边马在象棋布局中 是很奇特的阵型 不常见 说实话 但是确实是很有效 他已经看到了今后你的思路 我觉得还是他应变能力比较强 然后抓针对性比较强 针对性比较强 而且也是在考验韩强这名棋手 没错 看你到底有多少斤两 对 而且确确的来说 就现在双边马的准备的阵型 挺适合这个的 对 它针对性很强 营合性挺强 针对性很强 那么跳马 马八进七强 先跳的马 他也跳 他一走马儿进一之后 这是一个双边马的奇特阵型 但阵型效率很高在哪 他正好把你局线给封住 对 他封住你左居了 而且当你走兵七进一 准备马七进六的时候 他马一进二 把你都驮住了 既封了你的局 又防了你马七进六 所以比这个好像看上去 还有灵活 它好像灵活效率高 那么红方现在加后阵型 黑方把最后一个问题解决 因为当红方阵型坚固之后 他有可能炮打边兵威胁你了 所以他先拱边兵 挺好 我觉得黑的走得挺活分 但是有点老将风采 很灵活很稳健 红方下一招也是值得学习一招 就是强行突破 因为他必须要解决这问题 这个局不好 局不能动了 对 没有被封 期望马还战备好一点 他的计划是马七进六 可是马七进六被人家双边马给封住了 那么他下边强行的 我觉得这也是迫不得已 迫不得已 但是也是常用手段 这个是个常用手段 我们也可以去欣赏 七进六 这是必须的 想三进五 这是必然招法 这时候红方不敢乱踩中足 如果你乱踩 有可能吃不死也够呛 倒杯手把你搬住了 肯定不太好 对 就得控制住了 那么下一步棋 红方这招棋也是比较有意思 兵武技艺 对 他是想下招踩了 不被倒杯手 对 他的目的就是说 我先掩护一下 然后我再踩你 而且他还是想去二进三 把他抬进来 是吧 而且让开一条通号 提供给红居更好的防御 对 那么黑方也是 不适了 不适 加固防御 完了 按部就班 看看你走什么 看看你走什么 你不要踩吗 我让你踩 踩完了 我再以下一步进行我的布局 是 踩掉 这是必然造法 对 因为他没什么好太多走的 下一招 黑方走了个拘三架 我觉得这招棋 是可以理解 也是正常下法 对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这个棋 黑方 还有别的更好的 有更稳健和有效的 四相平六 对 为什么 我们现在看 红马这个棋 这位置有点怪 他虽然先手采离中足 但是 没有什么发展 他前进肯定是没有什么道 对 好像后退的道也不怎么明朗 反正我们这马一般放在这都是炮 对 这个马隔的这不是好味 如果现在黑方想针对红马 采取一些手段的话 实际我们巡河区不要离开 因为你巡河区离开之后 人家有炮打鞭兵 他最主要是他有兵物机 还能护着 对 护着 还有一个炮打鞭兵的时候 所以他实际这招可以走G3平六 这是比较稳健的一个策略 那他怎么袭击着马呢 一会儿 他下一招抛二级一就行了 有这个是吧 对 那么红方 因为黑方也可以G1平四来抓马 红方很想走这个 他下一招G2平五 冲过去 那来不及吗 来不及 人家抛二级一打 但是打完之后 红方就来个什么先切后取 那也不便宜 但是这个先切后取 人家要交换掉 对 这不便宜 你在党上 人家就出G1平四 你还得后手吃回来 一会儿人家走着不快 G1平四以后 你吃回来之后 人家G4进四 G4进五 进六 我看都挺 或G4进五 黑方的出资领先了 就是 你也没占便宜 所以说G3平六 我觉得是黑方当前 应该是比较稳健合理的一招 当然 实战中的招法 实战中他最三进二 他肯定想抢大线 不让他最二进三的 心情可以理解 而且也是一步好棋 但是 可能从细致上来说 可能略微还有那么一点不够细致 但是我们要知道 比赛 实战和平时研究拆棋是不一样的 对 他这种比赛心理 就是能进则进 而且他还有好多其他的因素 在里面 包括旁边 观看 还有旁边的棋 队友的棋 队友的棋 还有他当时的积分都有很大原因 这招棋也体现出刘老师积极进取 能进则进了 是吧 下一招我占领你的通道 我不让你走G3了 毕竟是个大线 我还可以压你的马 至于那个马 你现在反正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也没有回来 肯定是想你回就回吧 也是后手 实战中 实际这个棋 红方现在简单点可以炮打足 打兵 先得实惠 完了增援红马 因为炮打兵以后 今后不知道退炮 兵物机都可以 它可以增援 也是一种实惠下法 但实战这招也可以 我先把这G 这条线不好 我走到一条稍微好点的 他想抢这个 对 这个挺大 到齐和捉马 捉完马之后 他不是就可以把红狙给解放出来了吗 这也是他的一个构思 那么黑方 G3 平气压住 压住 现在你要抓马 他进马踩兵 这样就是先手化解你的威胁 对 红方 退炮 这实在不行 黑方 局平四 局平四 那么下到这儿 是一个对红方来说 非常关键的时候 对 比较考验 比较纠 那么我们山西这位新秀 到底是选择了哪种变化来与柳特达抗衡 我们稍时休息 一会儿再给大家讲解 好 稍后回来 好 观众朋友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棋局 下到这儿 对于红方来说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那么我觉着 韩强可能在这个时候不太细致 有点随手了 或者说他水平还没到那么老道 对 这个时候可能大多数棋手到这儿也是 如果是快棋的话 很容易犯同样的错误 他实战是走了跑一平三 但实际从最后的结果来说 这招平三不够精细 也造成了今后局面的一个被动 那么是怎么回事 实际这个棋 好的下法是什么 先走兵武进一 区别在哪里 次区有点区别 因为黑方现在是想围攻红马 兵武进一是必然的 要保这个红马 如果你先走兵武进一之后 黑方居的唯一好点 就是居私进武 但你这时候走居私进武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红炮还在这个围 刚才我们就说了 红炮有打兵兵的时候 就是保留不打狙 不一定必须要去跑一平 打完兵之后 这不还打着马呢吗 一会还能跑一腿一 你妈得跑吧 你妈跑也好 吃兵也好 这就是你的选择了 他退后一打 他只要打到这个狙 黑狙就再也不可能走 居私平五到边守了 居私平五的手段了 这样你狙无论走哪 我呢 这狙也可以出来 这也可以歪兵 就是说这个压着不是特别明显 这边的压呢 红炮不用着急解决 其实这块更是焦点 你得先把那马解决了 那马有点困难 他是不是韩强的焦点 找得不太准 对 这个焦点 他可能对那马的意识 没有那么强 他觉得那马还没什么事 他可能忽略了一些东西 但从细腻的角度来说 先冲中兵 然后再考虑是从边路进击 还是打局 那么这个当然 眼光高的话都是打局 因为他退回来了 对吧 出局了 对 这个棋一般的情况下 可能大家都是先打一局再说 上一手走完了 我就把他走完了 对 他可能没有想 他可能就从来就没想过打出去 对 或者他可能在这个局面下 或者退了就没想过打出去 对 实际下棋非常灵活的 我不是说退了就不能出去 我得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分析 那么由于这个稍微有点不细致 给红方带来了一些后患 打 好像是打得挺舒服 但是有点先中后了 人家局让开之后 再冰武级 再冰武级 现在这个棋 冰武级是实战招法 这个时候走居四进武就不合适了 为什么这时候不合适了 人马儿进三 踩中兵 你再冰武级 他有一个炮儿将 这个太难受了 不知道去哪 你局落退一 人家足三进一又打兵 你这个中兵怎么看 你如果真被打掉的话 那黑棋太满意了 他不单是你红马危险了 你整个后方都危险了 中炮阵着 这马跑这来了 两个局已经形成公式 这被消灭了 红的就崩溃了 他就崩溃了 基本上就崩溃了 所以这个棋下到这 他居四进武这招又走不了 而打兵兵这个手段又没了 那么他兵强过 强过 他还要把这马保 他背他去了 这个是个好点 对 大家看到了 刚才是打兵可以驱赶这个旗和菊 现在整体来说还是方向的 驱赶不了了 驱赶不了 如果现在这个红旗很尴尬 背上挺难受 如果你走驱赶进四 他居有根不理你 你看刚才你打了一下驱 帮他忙了 他正好直发腿还回来了 他正好回来 把你兵一吃 你坏了 如果说我驱赶进武行吗 看上 你看上人也不着急 到背上 先背上你 慢慢来 背上之后你没得动过 反正你也难受 你关键没得动过 你没什么下一招 对 那你现在实战没办法了 他想了这么一主意 我自己先看上 先保重慢慢调 对 我先看上 然后驱赐平五 他冰五平四 这样反正我都有根 驱看着马 冰看着驱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子 有点别扭 对 有点扎堆了 凝重 自己自己办算 关键那个驱还满 对 现在等于是 这哥几个跟六个人在打仗 人家自己有一主力驱 在家 然后自己 这形状 你还得注意人 跑而进一等手段 就是 现在还没有 还有马有进霸什么的 现在跑而进一还真没有 为什么 现在跑而进一这骑斗 它有一个马有退机 陷 陷 你飞了之后 它杀足 你一退炮 它多刷 它给吃回来 我瞧手 所以这个其实还挺巧 但是这个老友 他不是飞得先再走 所以黑方不着急 我先给你拽上 然后再说 那么 红方 没办法了 强行突破 看看有没有机会 充足 打掉 还打你马 他这想法也挺好 我这么一打 你马一跑 我继续出 我算就解决了 对 但是 刘老师 车名马快 力道十足 它不会给你那么轻松 让你得逞的 对 力道十足 一招就把你盯住了 我觉得 刘老师能在这么缠 子缠绕的时候 看得这么清楚 下边这棋 现在大家看得很混乱 这子缠绕太厉害了 那下边还有厉害的 现在红方 又往里缠了 是吧 但他现在这棋 有点郁闷在哪 他不能退 也不能退 他如果说能退就好了 我退回来 我把它拘 好像瞬间清洗 完了我拘也出洞 完了这边还威胁你 多好 但人家有一巧招 跳马 跳马 下一招干嘛 如果你敢吃马 他炮而进一打死局 他现在阴着一招炮而进一打死局 红方就不会下了 还是因为这棋扎堆 对 扎堆了 都把自己憋死在那了 那么 这个棋当时实战 只有马三 只有把子往里堆 就往里堆了 不管了 看谁都对不过去 全顶住就再说 对 把主力户队都顶到前线 看他少顶了个局 对 但这局差的太多了 没问题 这打架六个打五个 这还是有点吃亏 完了 人家不是六个打五个 人家又来一个帮忙的 七个打 七个人在打 全都时常进了 对 全时常进了 全时常进了 那么他没有办法 这招戒是非常顽强的 再续一个 再来一个 又来了 帮忙吧 咱们就飞掉 先得一子 打了 这时候实战是给踩掉了 这时候红方有一部挺凶的招 但是黑方可以巧妙防御 什么招 他有这个 这个先手 气子 我打向吃鸡 黑方怎么办 看着好像挺凶的 黑方怎么办 黑方一个马二退三 非常巧的防御 看上了 如果你出鸡 坐我炮 我不管 先吃一位 吃了 你吃了 好 我这牵着你呢 又吃一位 我吃你 你吃我打掉 不够实了 你现在已经没什么子了 少了 已经没什么子了 数不清楚了 再少子了 这个棋 就是黑方 通过就吃子 简单的吃子 就化解了你这个各种的攻势 对 所以这个棋 等于很遗憾 黑方 红方差那么一点点 没能就是 实现泡道平衡 这个计划 后来他一看 可能不行吧 这个棋 只有吃了 算了 只有兑换 交换了 他希望交换 其实他这会儿 特别希望交换 简化 他简化 但是这时候 跑二进一了 对 他简化不了了 这个 跑二进一 好 红方没办法 先打掉再说 那么这时候 黑方的 我觉得刘老师 有点着急了 觉得优势挺大 我赶紧入局吧 他走马二进四了 他走马二进四就好了 他应该走 这就不瞪着 对 他应该先走马二进四 然后白得一紫就赢了 就是 但是这个棋 他还看见什么了 他以为 他就直接赢了 他可能看错了 但是韩强 也看错了 他以为不敢打 结果错对错了 错对错对 刘老师很轻松 就取胜了 打了 实际上这个棋 打了之后 还是黑得好 但是红方 还不会输那么快 打了之后 他有一个叫沙 对 看着很厉害 但是红方 对居 这招也挺巧 他没看见这招 没看见 或者说可能有什么 当时有点混乱 可能有点发懵 这边纠缠太复杂了 确实纠缠得很复杂 这样僵 僵 把试吃了 老师 多一个试 这家瓶柳 多一个是没齐是吗 但是黑的肯定还是要占优了 这吃掉 踩了 踩掉 杀掉 杀了 吃了 吃掉 杀掉 经过这个转换 我相信这个棋仍然是黑方 还是要赢 但是红的输的不会那么快 还能再走量 我估计黑棋 赢起点也挺大的 这肯定还是要赢 速度快 位置好 还多足 肯定要赢 也许韩强看到这了 但是这个可能能延长一些队局时间 团体赛延长一点 给队友点信心 给点信心 你不能上来就认输 但是韩强下反 就输得有点快 速败了 有点 我们看看 下边 韩强是失误在哪里 打掉 对 他打了 打掉 这个刘老师应该马上就四 就还是简明取少 那么韩强所居九平八了 对 然后 这个骑士先 居八 居八 是吧 先跳马 九平八 炮三退五 没错 九平八 你不能 你这个不能吃 底下 它飞了 先飞 你吃中炮 它飞 炮之后底下是杀 马也丢了 到时候都是漏洞了 对 这样他只有退炮了 这样他只有退炮了 然后他往那里跳 然后刘老师这时候把马跑了 对 把马跑了 那么韩强居八进九将军 这我估计他觉得自己不行了 已经 居八进九 老师 十五退四 十五退四以后 这个骑 韩强走了一个居八退五 这个骑他也交换不起 这个骑如果要随便这么交换的话 人家可能就吃食子就行了 也交换不起 所以他这时候想更多的一些牵制 实战下到这 实际刘老师这个骑 他实际上 他走的是居八退一吃了 他实际是居八进四 好像就不错 你觉得也能赢是吧 也能赢 居八进四应该是速手 好像也可以 直接点下来 居八进四也可以 那他怎么放 你只有平兵了 平兵 平兵以后 是不是有一个打象 也挺厉害的 是吗 对 打象飞了一踩 快绝杀了 好像是有个打象 打象他要动势 那你动势就换了 完了把炮吃了什么的 或者再蹦个马 这个骑也是要赢的 多死了 对 也是要赢的 那居回来 还有一个他是不是踩这个也赢了 马四进五一 反正办法挺多的 办法很多了 但是刘老师他是一看着居一赢了 我就不想再闹事了 吓得非常简明 退居吃了 吃了之后实战是走的 居四进一 这时候一个小问题 观众朋友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为什么不吃马 我们愣一下 愣一下 看个十秒钟 对 观众朋友们有时候看不清 我吃完马这多好 吃这俩 这不是把子吃回来了吗 对 这不挺好吗 看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 刘老师实际计算很深远 很巧妙 如果下成这个样子 刘老师一个非常巧的宿居 他先给你一个 不知道您看出来没有 您只有吃了 对 然后他杀姜 对 你一进去 他再把剧吃回来 他还是夺一个 在这边是挺巧的 你拿他还是没办法 人家中炮 控制中路 今后铁门栓的各种杀法 还多足 所以这个 这个要能看出来 我看也能分个二级 这个是 这个当时一乐 瞬间十秒 一打乐 因为这一打乐 你看这我吃完马不吃 俩胖的吗 人家这还有一个送剧的桥手 这个当时就算个小花絮 这个联赛里面不能出现这样的 实战中 他是吃这个炮了 吃完炮以后 他刘老师一吃这个 韩强就认输了 实际这个棋黑方赢的招法很多 还有一种下法怎么着 还是进地狙 这棋也要赢 马没了 马没了 吃了 直接下地狙 进地狙之后 现在红德两种下法 一种我先吃相一将 你知试之后 我再平局看上 但是这个时候黑方一脚 卧槽马 红方就只有起居 砍马了 那就肯定输了 但是红方现在还有一招 就是什么 我不吃你相 我先砍上 如果你现在一跳马 我把你马一砍 然后杀相一僵 再把炮吃了 虽然我略适 但这期我有一丝的谋合机会 但是这时候黑方一个巧招 先给你一个 你吃回来 他再一跳 我再一跳马 你就没有吃泡了 你就没有吃泡了 就不行了 对 所以这个棋非常的巧 各种各样的符合 对 那么当然刘老师这招的更实用一些 就得了 他刚实惠 咱俩一掐嘴 直接就 他这招其实赢得更快 人家就认负了 对 刚才那个就属于 省事了 耍发枪了 好 那也这盘棋呢 也是凭借那个刘大华老师的 这一盘胜利 然后湖北队呢 以一胜三合 一胜三合 取得了战胜的黑山西队 对吧 这个湖北队的年轻小将们 应该努力了 对 你不能仗着 主要是今年的湖北队 也是损失挺大的 汪洋还有谁呀 都不在队里 对 都被戒掉出去了 或者都被 所以 也是实力大减 对 刘老师好像已经66岁了吧 对呀 还能这么立功 而且作为主力 他不立功不行 是啊 就是 那截止到第六轮呢 广西队呢 还是位居第一位 比较抢眼 那之后呢 我们会在节目中呢 陆续继续关注 我们的向甲联赛 也希望您呢 到时候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了